HELLO 大家好 我是Shiga 蓮詩雅 今天想教大家 怎樣做一個 Strawberry Elderflower Mojito 其實做法是非常非常之簡單 首先做任何食物之前 一定要洗乾淨的手 這個杯子已經有幾個marker 第一我們先倒了Carta Blanca 就是這個Bacardi 它有一個marker 告訴你多少份量 大概這個份量 然後下一個步驟 就是倒這個St Germain 即是這個Elderflower Liquor 它也是有一個marker 所以你倒到它的marker就夠了 好 大概就是這麼多 剛剛在marker上 然後就是加我們的Juice 我們有兩個Juice 一個是Lime 一個是Lemon 每一個都要倒半盎司 好 就看到我們的Juice的marker 然後就是我們很重要的薄荷葉 把薄荷葉拿出來 放在手心上 然後拍一下它 聞到很香的薄荷味 就放下去 然後就是放我們的士多啤梨 然後攪拌一下它 然後攪拌一下它 攪拌均勻它 然後就放我們的冰 大概這麼多冰 好 接著 就要用一個shaker 我記得有些人做得很厲害 可以拋一杯 但我就不行 好 應該差不多了 接著就是加梳打水 加到它滿 這樣就完成了 當然要裝飾一下它 放這個葉 然後用士多啤梨 在這個位置切一下 再放在杯上 這樣就完成了 請問一下 它可以拋一下 它可以拋一下 跟它拋一下 好 然後還有一段時間